登革热疫情升温今年累计本土425例 创近10年新高 疾管署18日表示 今年登革热本土病例累计已有425例 是近10年同期最高 且目前病例通报区仍在上升 各案居住地分别为高雄市与台南市与云林县与台中市等地 病例中大于60岁者占44% 较历年高 重症病例累计6例 且社区有第一和第二型病毒 需注意警示真相及出血征兆 医师提醒 长者是登革热重症危险族群 但症状不典型 注意嗜睡与恶心与胸口不适等征兆 台风度苏瑞姑周末生成24日及25日离台最近 中央气象局表示 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预估20日会成为热带低压与周末增强为台风 也就是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瑞 预估杜苏瑞会朝旅宋岛一带前进 离台湾最近约在24日与25日 主要降雨区域为东半部及恒春半岛 气象局提醒 19日中南部与恒春半岛与东南部 寒蓝雨与绿岛 沿海及澎湖与金门亦有长浪发生 20日南部与恒春半岛与澎湖仍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日本举办台美日非官方兵推苏紫云说 结果为国军击退共军 日本战略研究论坛 JFSS 15与16日在东京举办的台海维基兵棋推演 台湾首度受邀参与 国防院学者苏紫云为与会者 他表示 此次参与者由学者与退役军文官员担任 各国现役官员则担任观察员角色 如此的角色区分可保持政策回旋空间 并兼顾战略对话的意义 苏紫云指出 军事场景设定共军自新北巴黎至新竹南辽一带登陆 接近此次汉光39号时兵演习响定 结果国军获胜 访高雄见丈夫同向洛类安倍招会说 相信他灵魂也一起来了 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夫人安倍招会17日底台访问四天 18日上午到高雄鸿毛港保安堂向安倍晋三同向献花致意 安倍招会表示 丈夫生前非常喜欢台湾 生前也以计划等COVID-19疫情结束就要来台湾 很可惜计划没办法实现 安倍招会哽咽说 相信丈夫的灵魂也与他一起来到这里 且今后也会在某个地方为了台日友好而努力 总统蔡英文与副总统赖清的19日将与总统府内分别接见安倍招会访问团 期盼双方在各领域的交流更为紧密 台日友好情谊更加坚实稳固 台湾军购NASEMS而行学者说 提升忠诚防空能量与接战效率 国防部长邱国振18日证实 将对美军购NASEMS而行 但其城目前还未得到正式通知 目前配有NASEMS的国家包含美国与荷兰与西班牙与挪威与芬兰与立陶宛与 智利与印尼 以及接受美方军援的乌克兰等 学者表示 此套系统除有实战经验 最吸引人的莫过于能与Link-16构连 并整合近联合防空网 除提升中程防空能量 也能情资共享与提升接战效率 大潭8号机式运转顺利台电说 7月23日当周投入供电行列 台湾每年用电高峰出现在7月下旬至8月初 桃园大潭电厂8号机将成夏季供电救援投手 台电18日表示 8号机式运转进度良好 两部汽涡轮机均已达到满载发电 只要能连续96小时满载发电 就可正式投入商转 预计大数 7月23日当周就会正式投入供电行列 黑海股物协议多重要 俄罗斯喊停有何影响 分析一次看 允许乌克兰透过黑海出口股物的协议 在俄罗斯拒绝延长情况下 已于格林威治时间17日21时 台湾时间18日上午5时过期 这起联合国和土耳其去年7月斡旋的协议 使得原本在俄乌战争下出口受阻的乌克兰股物得以安全外销 进而达到缓和全球粮食危机的目的 股物协议有多重要 对世界粮食计划署有何影响 中央社整理路透社的汇整分析 带你一次看 美军和前舰42年来首度停靠南韩对抗北韩军事威胁 美国和南韩18日在首尔召开双边和资商小组首次会议 这个对话框架是为了促进两国的核武合作 以及增强战备对抗北韩 法新社报道 南北韩关系目前正处于史上最低点之一 不仅外交互动停滞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还要求增加武器发展 包括战术核武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18日表示 美国一艘核武前舰时隔40多年停靠在南韩港口 凸显美韩两国采取行动因应北韩与日俱增的军事威胁 泰国会19日两度举行总理投票一篇看懂皮塔若失败将如何影响局势 泰国经历九年军方势力统治后 自由派前进党五月在选举中战胜与军方结盟的对手 在国会大选拿下最多席次 然而前进党党魁皮塔角逐总理之路 在国会投票遭军方派议员阻挠 皮塔获得约六成众议员支持 但在参议院受到阻挠 反对派以弃权和缺席的方式否决皮塔 让他未能获得当选总理所需的国会过半票数 泰国新国会19日将再次表决 皮塔表示 如果自己有机会组建政府 他愿意放慢其政党推动改革议题的步伐 但他不会放弃该党先前提出与推动修改冒犯君主罪的政见 他已承诺若失败将让贤为泰党 廖琼之一生奉献歌仔戏或总统文化奖社区校园授课判传承本土艺术 第十二届总统文化奖得奖名单公布 歌仔戏一代苦诞廖琼之或文化耕耘奖 从戏多年 廖琼之有台湾第一苦诞之称 擅长哭调 廖琼之曾说我不是在唱别人 我是在唱自己 廖琼之表示 他今年已经87岁 很高兴可以得这个奖 我现在只要身体好一点 就会出来叫戏 新传 现在有助教可以示范唱腔 我就是在旁边看 遇到有问题就点出来 希望歌仔戏的美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开箱老照片劳动基准法案三读通过 1984年7月19日 立法院院会三读通过劳动基准法案 总统公布于8月开始施行 包括每日工时不得超过8小时 挤满一年工作者资遣应有资遣费等规定 当时都已明定 我国的劳动基准法 最早是因自由贸易引起美国劳工不满 要求美国国会以301条款迫使台湾提升劳动条件的背景下制定施行 因条文明定为京工会同意 女性不得于夜间时时至凌晨6时工作 大众传播系所教授当时还曾发声 要求媒体不要因此限缩女记者的工作机会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